评了一百多年的黑科技 沾式车沟是如何工作的 为何能沿用至今 不知道大家坐火车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车厢是怎么连在一起的 火车在旅途中一路颠簸 车厢的连接会不会因为松动而有危险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有一个将车厢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神器 它就是148年前的一项发明沾式车沟 它是如何工作的 为什么能一直沿用到今天 看到设计原理后 人们真要发出由衷的赞叹 火车刚发明的时候 车厢之间的连接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 只用普通的铁链连接 这样当火车上坡时 如果后置车厢的质量过大 容易脱节 下坡时车厢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后来人们经过实验 发明了插销式车沟 插销式车沟的车沟两侧向内线 其中一侧设有一个连接环 挂车时需要将连接环插进另一侧 再插上插销 解挂和连挂都需要人工操作 非常不安全 并且列车牵引质量低 最多只能牵引几千吨 后来 英国铁路公司发明了一种螺旋车沟 挂车时 只需将铁链挂在两侧的车沟上 然后拉紧中间的把手 但铁链只能传递拉力 不能传递推力 因此 人们一直在苦苦追寻改进的办法 有一天 美国铁路工程师伊利·汉尔顿站内 在公园里看到孩子们在玩游戏 将手与手勾在一起 从中得到灵感 开始尝试新型火车挂钩的设计 经过不断改进 最终发明了沾式车沟 直到今天 沾式车沟已经流传了一百多年 许多列车仍在使用这种车沟 那它到底神奇在哪呢 从外观上看 沾式车沟就像两只铁手 由沟头、沟身和沟尾组成 沟头内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沟舌和锁铁 当两个车沟靠近时 从斜面产生挤压力挤开弹簧 沟舌受到撞击而转动 对口就会打开 挂沟进入后弹簧反弹 里面的锁铁自动落下 就会将车沟锁住 这样两节车厢 就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 由于沟体与沟尾相连 在固定车尾的同时 还能在车厢之间 传递一定的牵引力和制动力 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 能够轻松拉几吨重 至于解挂 只需要向上拉一下锁铁 就可以了 沾式车沟 虽然在运行中看起来松动 却十分结实 但是它却能连接带动 好几万吨重的列车安全运行 在复杂的路况 和紧急制动的情况下 它也能轻松应对 还可实现车厢之间的自动连接 凭借其超强的牵引力 良好的稳定性和出色的制动效果 它很快占领了世界市场 我国也在1890年前后 开始引用美国的沾式车沟 说起沾式 很多人一定会想到 我国首创之自行轨道的铁路工程师 詹天佑 他是铁路领域非常有名的工程师 我国引进和推广沾式车沟的时候 还因此闹了一出乌龙 在我国早期铁路的铁路材料目录中 将其翻译为沾式车沟 很多人误以为 沾式车沟是詹天佑发明的 甚至在詹天佑和中国铁路这本书中 有一幅火车自动挂钩的照片 题目却是沾天佑自动挂钩 面对这份被误解的荣誉 沾天佑诚恳地对周围人说 请同事们帮我解释解释 没有这件事 后来 沾天佑编著新编华音工学字会 书书中收录沾式车沟词条的时候 他特意不用沾字 改用了正字 翻译为正式车沟 这一字之差 表现出了沾天佑诚实的高尚品德 如今高铁的迅猛发展 给人们带来了一种 新型快捷的出行方式 那么高铁是否还在使用 这种古老的黑科技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大部分高速列车使用的 试电器自动连接 像两块磁铁一样无缝连接 不仅可以降低运行过程中 产生的噪音 还可以让列车运行更加平稳 不过话说回来 这种密接式挂钩 与沾式车钩的机械原理上 却是异曲同工 该挂钩由机械连接头 空气连接管 便利连接装置和缓冲装置组成 形成真正的自动连接结构 于百年前 站内工程师发现的拉手原理 几乎没有什么结构上的变化 随着各种交通工具的不断出现 我们的出行也越来越方便 再去一些偏远的城市时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随意选择自己的交通工具 火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火车来说 车钩是火车运行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正是科学家们 对车钩等火车部件 进行了创新和改进 让我们今天才能拥有安全 舒适的的出行体验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更快 更方便地到达 我们想去的地方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关注长按点赞三秒 会有惊喜发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三秒